基督之家第三家网路电台 欢迎来到三家网路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经典留声机 我们在播出的是基督之家1989年夏令会的录音 生命的侍奉 讲员是藤敬辉牧师 我们今天要播出第五讲 凌晨 每个人属灵的生命成长各有不同 藤牧师带我们要看过 也看看我们自己在哪一个阶段 可以向哪个方向迈进 赶快来收听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几处的经文 每一处的经文都代表我们的一部的凌晨 这些凌晨里面大部分都是和我们的侍奉有关的 每一处的经文都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这些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更清楚的 更生动的了解经文的意义 我们要从主的话中 来学习 知道我们得救以后是怎么样分走凌晨 而凌晨里面是如何的 和我们的侍奉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 二十四节 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 这是我们凌晨的开始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使徒巴罗在这里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是一个绝望的呼声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这一个绝望的呼声 是因为没有自由 是因为被罪捆绑 保罗在这个实际的情况之下 生活他非常的了解 体会其中的味道 他的情况在第十八节十九节 说得很清楚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凡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他的意志 比较励志 行善 但事实上 他行不出善来 他可以励志 但是做不到 他愿意行的善 他不去做 他不愿意做得恶 他凡去做 没有自由 被捆绑 被控制 所以他发出一个痛苦的 绝望的呼声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取死的身体的 圣经 英文圣经的翻译 是 this body of death 死的身体 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 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当时 在罗马帝国里面 有一种很残酷的死刑 当一个人 被定了这种死刑的时候 他呢 就和一个死人的身体 绑在一起 面对面 眼对眼 口对口 这样的 一个活人 一个死人呢 用绳子绑在一起 紧紧地绑在一起 然后丢在野外 白天在那里 晚上也在那里 一直到这个活人 死的时候为止 你看多么残忍 多么可怕 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 历史的背景来形容 他自己的灵性的情况 他说 我这个人呢 和一个死人绑在一起 如果这个死人是别人 我还可以有挣脱的希望 还有一线的希望 但是 这个死人的身体 不是别人 就是我的肉体 所以我永远 不宁够脱离自己的 这个败坏 我的捆绑 是从我自己的本性里面 产生出来的 我真是苦啊 但是感谢神 他跟着有一个见证要做 这个见证 他用一个欢呼的声音 发出来 在第25节 感谢神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是他的经验 这是他的见证 不是他愿望 不是他的理论 是他经历过的 一个人生转变 生命转变的事实 他这样这样的欢呼出来 感谢主 包罗的生命的改变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了很多 从他的书信里面 更加实际的流露出来 我们的凌晨从哪里开始 从罪里面的释放开始 原来被捆绑 现在得到自由 现在享受天父的 儿女的荣耀的自由 这是一个 在千千万万人身上 生命中 彰显出来的事实的见证 我记得有一次 在香港 参加一个聚会 那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联合的师班 两个师班联合来献唱 一个师班 是基督徒警察团契的师班 另外一个师班 是户爱团契的师班 而户爱团契的团员 是过去吸毒的青年人 坐监 在坐监的时候 听见了福音 接受主悔改 出监以后 参加这个团契 过一个新的生活 他们组成了一个师班 这两个师班联合现场 散会以后有人说 今天这个师班 是猫和老鼠的师班 也这个形容是很有意思 原来猫是着老鼠的 警察是着吸毒的人的 但现在竟然一起来歌唱 来赞美救他们的主 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 是何等的感动人 这是我们的开始 然后我们从这个起点往前走 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一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不是栽培的人 为什么主耶稣说 祂是真葡萄树 这个话也有一个背景 当时在圣殿的门口 那个大门口 有个很美丽的雕刻 就雕刻了一棵葡萄树 结了许多的果子 那些每天从圣殿门口 进进出出的人 看见这个雕刻 主耶稣就指着那一个圣殿门口的葡萄树的雕刻说 那个雕刻不过是一个象征 他说表达的真理是在我的身上 我是那个真葡萄树 这个雕刻不过是一个象征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枝子如果在葡萄树上 就能结果子 如果离开了树 就不能结果子 这一个真理非常的重要 我们得救以后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发现一些信了足的人 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解除新生命的果子来 他们真的相信 他们真的悔改 他们真的接受主了 为什么没有改变的表现呢 在这里第二部的凌晨 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 因为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 没有和主继续的接连 没有那个生命的接连 没有亲近主 没有解除主的话 没有和主活泼的交通 没有和主之间生命的交流 信是信的 但是好像一个离开了葡萄树的侄子一样 主耶稣说 如果侄子不连在树上 他就会被砍下来 成了干的侄子 最后是分烧 干的侄子不能结果子 没有生命的侄将在他里头 所以他不能结果子 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说 结果子的力量不在我们里面 是在基督的里面 当我们和主保持那个生命的联系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之间才流通在我们里面 运行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们才能结果子 有一次我在香港 预见教会的青年团庆讲道 讲道以前呢 有见证的时间 有一个姊妹子做见证了 她说她在一个医院里面做护士 病人很多 护士人数不够 工作很忙 因为工作忙 所以紧张 一紧张 这个 这个 情绪就不太好 情绪不太好 就发脾气 那么她就向病人发脾气 发的脾气很难过 很后悔 她心里想 这些病人很需要基督的爱 而我是个基督徒 如果他们不能从我身上得到爱 他们从哪里得呢 她这样的后悔以后 再发脾气 发的脾气又后悔 后悔了再发脾气 不能够得胜 但是你很痛苦 只要有一天 还听见一个传道人讲 基督徒是枝子 而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枝子一定能连在葡萄树上 才能结果子 不然会枯干的 第二天一早 他起来 工作一切 他跪在主的面前 祷告 求主 他说主啊 你知道我里面没有爱 我自己没有爱 但是你是爱 求你把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 让我今天一整天 能够表现你的爱 他坑切地祷告 第二天早晨 坑切地祷告 这样下去 后来他做见证 他说他经历了一个新的经验 他过去没有的 那就是他真是能够和颜悦色 用耐心 用爱心去对待 帮助照顾那些病人 他这个见证 我相信感动了每一位在座的 那天在座的传友们 我自己也得到帮助 这是他的一个见证 经验的见证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侍奉 就是生命的侍奉 我提到了本位的侍奉 就是一个被造者 站在被造者的本位上 敬拜创造者 所以敬拜是侍奉 那是第一种的侍奉 我们做礼拜 那个礼拜在英文里面叫service 所以礼拜和侍奉 同一个字 worship跟service 同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是 serve God by worshiping Him 这是本位的侍奉 很重要 很重要 在香港有一个教会的领袖 每天早上六点钟 他在他的书房里头 他整个的身体 夫妇在地 在那个狮子架的前面 就夫妇在那里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默想 有许多的香港的基督徒 知道这件事 这是一个侍奉 一早开始侍奉 第二种的侍奉 是生命的侍奉 那就是张先生的荣耀 解出来灵性的果子 奉献给神 这个是献灵记 这个是生命的侍奉 张先生的荣耀 解出来圣灵的果子 奉献给神 第三种的侍奉 才是工作的侍奉 那么在这一章里头 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 我们看见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就结果子 结果子 结果子 就结了两种的果子 我们看主提到两种的果子 第八节 你们多结果子 我不就因此的荣耀 这是灵性的果子 还有第二种的果子 我们看第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 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这个果子 是要被分派出去 结出来的 这个就表示是灵魂的果子 灵性的果子 第一种 灵魂的果子 第二种 这两种果子 都要结 我们结出这样两种的果子 奉献给神 这是我们的侍奉 结灵性的果子 灵魂的果子 这是重要的侍奉 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 少不了传福音 传福音是我们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绝对不可少的一个侍奉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侍奉 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内向的教会 一个 introvert church 这是像里面长的 ingroom 一个ingroom church 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 不能够向外发展 不能够得更多的人 不管他怎么注重陪灵 有的教会用陪灵来代替步道 这个是不可以的 陪灵很重要 绝对需要 必要 但是用陪灵来代替步道 那就是神不惜悦的一种代替品 在我们的灵性里面 常常有一种危机 就是代替品 我们用一样好的东西来代替另外一样 神的旨意 苏灵的事不能代替 不管这件事本身多么好 如果你用它来代替另外一个神明显的旨意 而你不去遵循 而你不去遵循那个旨意 这就是一个亏欠 有的教会就用陪灵来取代步道 那个不合神的心意 结果教会不能蒙福 大胆蒙福的教会 都是注重传福音的教会 得人 不断地得人 我们在侍奉中也应该有这个积极的观念 单单陪灵是消极的 我们陪灵是为了有好的灵性去见证 我们的侍奉和我们得人也连在一起 我们的陪灵有积极的目的 是要我们去为主而活 去得人归主 我们要结出来灵性的果子和灵魂的果子 配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重要重要的侍奉 现在看第三处的经文 更是直接地讲到侍奉了 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看 以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凡劳苦丹中丹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额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额是荣誉的 我的担子是轻生的 这是主的护照 说半劳苦丹中丹的人 我邀请你们到我这里来 来做什么 两件事 第一件事 学我的样式 我们要效法主 第二 我们要和他同步一额 步他的额 就是工作 我们效法主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 功课 要向效法主 向他 让他的形象 样式 在我们的身上 更多更多的显出来 但是还有另外一样 就是 富足的额 富额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额 顺服神 这是额 额是顺服的意思 我们在额下 在神的旨意的额下 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第二个意思就是工作 请注意 主耶稣不是说 你们来富额 富额 不是 他那是说 你们来富我的额 富额和富足的额 这两者之间分别太大 如果单单是富额的话 那不必了 原来我们是单中单 富额了 主说来来来来 这个单中单的人来 我们来了 我们这个单子去掉 他又给我们加个单子 那有什么意思呢 个单子换一个单子 有什么意思 那不必了 我们是算了算了 何必多此一举 何必这样麻烦 反正我单单子了 到了你这里来 也是单单子 原来也单单子 现在还是单单子 我不来了 主不是说来富额 乃是说来富 我的额 我的这两个字 把整个的意义都改变 主说的我的额 有个历史的背景 当时犹太人 在这个田间工作 他们用一对对的牛 一对一对的牛 来工作 两只一对 两只一对 他们并排在一起工作 同一腹的额 加在两只牛的颈项上 所以这两只牛 同腹一额 一起工作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来来来来 站在我的旁边 我的额就是你的额 你颈上的额 就是我颈上的额 我们一起富 这就不同了 因为那个重的一头 在主的身上 轻的一头 在我们的身上 主和我们一同复合 就是他帮助我们复合 我们可以从他的帮助 从他的同行 同共里面得到安息 这个造成了所有所有的分别 就好像一个父亲 看见他一个三十岁的孩子 他说来来来来 帮我爸爸抬水 大桶水 这个孩子听见爸爸这样说 他来了 哎呀爸爸很高兴 听话的孩子 愿意帮助爸爸的孩子 孩子父亲很高兴 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请问这个父亲怎么做 一桶水 很重 几时冒那么重 这个父亲会不会 把他的手 放在那个桶水桶的 柄的这一边 把那一边留给孩子 真的要他的孩子 和他一起抬水呢 如果他这样做 他就不是真的父亲 如果真的父亲 就不会这样做 这个父亲 把他的手 有力的手 强壮有力的手 抓住了那个 那个桶水桶的饼的中间 最吃力的地方 然后叫他的孩子 把那只小手 就放在那个饼的旁边 摆一摆 做个样子就是了 那么就一起抬了 把水抬到要目的地 把水桶放下 这个父亲很快乐 我的孩子帮我抬水 孩子很高兴 很荣幸 我帮爸爸抬水 其实呢 是谁抬的 不是孩子抬的 是父亲抬的 不过父亲 算他的孩子 帮助他 和他同工 来抬水 我们遇到同工 也是这样 那个重的一头 在主的身上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当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和主一统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了 主在这里的应许 我的额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精神的 我们说主啊 是的 是的 真是如此 这样我们是站在主的旁边 我们和他同工 他的绑币 补持我们 他的能力 托住我们 我们和主同工的时候 心里有安息 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的工作 我们知道 是主的能力的手 托住我们 我们站在他的能力的手上 来和他同工 我们一切的力量 是他赐给我们 我们会安息 在他的里面 所以我们侍奉里面 要学个功课 就是安息 如果没有学会 安息的功课 有一天我们会有 Nervous Breakdown 一个侍奉的人 很紧张 有很多的事 压力很重 这好像包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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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那样的侍奉很快就到了三穷水尽的地步 就身体力竭 那个时候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就开始想 哎呀这个工作什么时候放下 谁换去做就给谁做了 我是不想做了 到了那个地步 希望甚至于可想 有一天我可以放下我的侍奉 那天来就好了 早一点来呢 如果凭着自己侍奉 最后就是这个田地 但是感谢主 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热心侍奉全力一复 用很多的心血时间力量 但是他们立上加力 立上加力 哥罗西书第一章 那里第一 第一节说说的 照他荣耀的全能 是你们立上加力 这个力量有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 跟着就说 凡事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在这个世风里面 有喜乐 忍耐宽容 如果工作没有困难 就不需要忍耐 如果人事没有困难 就不需要宽容 工作有困难 有忍耐 人事有困难 有宽容 这宽容忍耐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呢 欢欢喜喜 在压力之下 欢欢喜喜 欢喜是力量的表现 一个人什么时候 没有喜乐了 就表示 他的力量没有了 我们靠着神 得的喜乐 就是我们的力量 感谢主 我们学这个安息的功课 这样我们就常常 力上加力 力上加力 也可以说是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从力量到力量 那就是竭力 赛跑的时候 四百米赛跑 四磅 一磅开始 跑得很快 等到他的力量 渐渐涌进了 第二棒 也过去 又用新鲜的力量来跑 第三棒 第四棒 到了第四棒 跑得最快 所以竭力赛跑的成绩 一定快过 一个人跑全程的成绩 因为竭力 竭力 竭力 新鲜的力量 结上 新鲜的力量 结上 一直都是新鲜的力量 所以能够 有好的成绩 我们侍奉 也需要学这个功课 安息 在主的里面 学习交妥 学习交妥 很奇妙 当我们凭着 信心交妥的时候 神就把他新鲜的力量 给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 跑到底 我们那个侍奉到底 我们那个有始有终 你看保罗 工作了那么久 到了最后 他那个精神怎么样 在听不太厚 素的 那个心情怎么样 哎呀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 三十年 那么漫长的岁月 要单其像 他的工作那么重的担子 谈何容易 但是因为他学会了 一个秘诀 我什么时候软弱 就什么时候刚强 这个话 在逻辑上不通 但是在 书领的经验里头 就很通了 很通 有一次我到 香港的那个 植物公园去 在那个植物公园里 我注意到 有一个大的石柱子 很粗 很高 那么石柱子上呢 爬满了那个腕藤 缠住他 环绕他 爬上去 那个腕藤呢 是个可以说是 最软弱的一种东西 它自己都站不起来的 一定要爬 环绕那个石柱子 它才站得起来 最软弱 但是当他 缠住那个石柱子的时候 那个石柱子的力量 就成了他的力量 每年香港都 台风 很厉害的台风 那个台风都奈何 不得他 都不怕台风 跟那个柱子 不怕台风一样 因为他抱住了那个柱子 当我们用信息 来抱住主 我们来支取他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交托 我们心里有安息 主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照他荣耀的全能 使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这是鲍鲍的经历 所以他能够说 我什么时候软弱 就什么时候刚强 他不是说 我从来没有软弱 不是 他说他有软弱 但是他软弱之中 经历了神的能力 基督的恩典 够他用的 这是多么宝贵的见证 这是第三部的临层 学习 侍奉中的交托 而得安息 有安息的侍奉 一面侍奉 一面感恩 一面侍奉 一面赞美 一面各场 我们看第四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 约翰福音 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 和三十八节 在这里 我已经提到那个背景了 节期的末日 就是祝鹏节 一共八天 最后一天 第八天 是最大的一天 就在那天 那天有一个仪式 很重要的一个犹太教的仪式 有七个祭祀 合在一起 抬了一个大的水罐 从圣殿的门口 走一下台阶 到了下面的 一个水泉的地方 就在那个水泉里面 把水装满那个罐子 然后七个祭祀 抬着这个水罐 走上 登上这个圣殿的台阶 一面往上去 一面歌唱 唱十天 在旧温的泉源 温然极水 很多的人 挽绕他们在那里看 他们也一起唱 那是一个高峰 祝鹏节的仪式的一个高峰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就站起来 高声说 他原来坐在那里 现在站起来 原来低声讲话 现在高声讲话 他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宣告 什么宣告 人若可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真经上所记 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个重大的宣告有两部分 第一 人可了 心里空虚不满足 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心里有痛苦 可以到主这里来 他可以得到满足 可以从主的活水来迎去 得到心灵的满足 喜乐 这是与他自己有关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他满足以后 要从他的福中 一个新的圣经的译本说 从他的inner being 从他的里面 从他内在的生命里面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流出去 让别人也能够享受生命的活水 也能够得到满足 也能够得到喜乐 也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 得到永恒的意义 永生的盼望 新的生活和永远的生命 两部分 第一部分跟自己有关 第二部分 流出去和别人分享 与别人有关 这是主的一个重大的宣告 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候 来发这个宣告呢 就是说 在旧约时代 那些祭司在圣殿里所做的 就是一幅的预表的土化 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生命的水 可以满足人心灵 深处的最大的 最现实的需要 主就在那个时刻 就发出了这个宣告 今天这个宣告 还在我们的耳中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灵受了 我们经历了 我们也要去做这样一个人 我们自己得了满足 我们去和别人分享 我们的侍奉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自己满足以后 去和别人分享 从我们流出去 从我们流出去 和别人分享 这是神的一个旨意 这是神在圣经里显示 给我们看的 他对于属他的人的一个总的旨意 从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显明了 你看神 古照亚伯拉罕 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要赐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就是主向他显现的 第一次的显现的 那个意义 告诉他 我要赐福给你 你呢 要叫别人得福 两件事 第一他自己领受 第二和别人分享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意义 同时神也跟着说 你的后遗也是这样 你的后遗也是这样 所以在方世纪22章18节 神说地上的万族 要因你的后遗得福 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你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质疑 跟着这二十二章18节又说 亚伯拉罕的后遗也是一样 亚伯拉罕的后遗是谁 那个后遗 当然有所特质 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说 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让全世界的人得福 但是 还有其他的意义 这个后遗两个字 可以说有三重的所指 A triple reference 第一 当然最基本的 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但是同时呢 这个后遗也是单数的这个字 却有一个 一个集体性的意义 是一个collective singular 是一个集体的单数 也指着亚伯拉罕的 入圣的后遗和他的属灵的后遗讲 他的身体的后遗就是伊斯列人 神要用伊斯列人恩待全世界的人 因为用伊斯列做个实物教材 神在他们历史中的作为 让全世界的人可以认识神 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 就是 凡一信为本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 所以神的旨意 你看 从创世纪告诉我们 他对于亚伯拉罕的旨意 对他的后遗的旨意 三种的后遗 第一耶稣基督 第二伊斯列人 第三基督徒 同样同样的一个 总体的整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旨意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读圣经 读了全部圣经 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神的基本的旨意和计划 那我们还没有读通这个圣经 神 借着亚伯拉罕 开始使恩给全世界 更借着他的那一位后遗 耶稣基督恩待全世界 同时借着他的苏灵的后遗 我们这些属主的人 也叫别人得福 我们要牢牢地抓住 这个重大的宣告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做了这样一个宣告 我们愿意掌握 愿意体会 愿意成为我们的道路 现在看第四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 后书 第二章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第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感谢神 曾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来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这里提到得胜 得胜 我们在生活里要得胜 我们在侍奉中要得胜 我们在侍奉里面有很多的拦阻 要让我们停止侍奉 我们必须要胜过那些障碍 再继续奔走这条侍奉的路 我们怎么样得胜呢 在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我有一次在一本很好的圣经注释里头 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 一个历史背景的解释 这一位圣经学者说 当日在罗马帝国时候 一个将军开旋归来 打了圣仗 他回来的时候 他穿着白衣 白袍 白袍代表胜利 他骑在白色的高头大马上 那个白马也代表胜利 他走在前面 紧紧跟着他后面的是什么人呢 是他的俘虏 也穿了白袍 跟着他后面 为什么那些俘虏也穿白袍 他们是打败仗被俘虏来的人 怎么可以穿白袍呢 就是要穿白袍 要代表一个意思 现在他们被俘虏了 从此以后跟随将军 成了将军胜利的证明 成了胜利的 那一个开旋的 航武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圣经学者就说 他说这些被俘虏的人 过去是和将军敌对的 与他作战的 抗拒他的 现在跟着他 现在转变了关系了 成了将军的俘虏以后 跟着俘虏去做将军去作战 改变了 先被征服 然后跟着将军 去分享将军的胜利 我们就是这班人 跟在基督后面 基督率领我们 我们这班人跟在他后面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被征服的人 我们是俘虏 谁愿意做俘虏 如果形容我是俘虏 那好像是侮辱我 没有人愿意 用这个形容词用在他身上 除非是爱的俘虏 别的俘虏我们都不要做 只有一种俘虏我们愿意做 就是爱的俘虏 基督的爱征服了我们 我们了解他的爱 他的爱感动了我们 庸化了我们 改变了我们 得赚了我们 我们被他征服了 我们就跟着他 我们忠心的跟着他 我们被他征服了 我们就跟着分享他的胜利 在分享基督的胜利之前 我们必须自己先被基督征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能够奔向基督的胜利之前 我们自己必须先被基督的爱征服 只有一个被基督征服的人 才能够和基督并肩作战 你看 这个手套 这个手套 柔软 无力 一点抗拒作用也没有 所以我们把手指戴进去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运用我们的手指 那个时候呢 我们手指的力量就成了手套的力量 就成了手指的力量的一部分 没有人要戴硬的手套 没有人戴铁的手套 钢的手套 你看这个手套这么坚固 用它戴手套没有人这样 最好的手套是最没有抵挡力的 没有抗拒作用的手套 主要用的人 就是完全顺服他 被他的真理征服 被他的爱征服 跟他合而为一 完全没有抗拒 只有顺服的人 才能够成为他手的能力的出路 出口 感谢主 你看保罗他说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那就是被基督征服了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 就是否定自我 乃是基督 就是确定基督 这是保罗 保罗的人生的道路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就是保罗的信仰 基督教就是这八个字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有个学生 很会写文章 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 自己觉得很满意 但是呢 他拿了这篇文章 是建议他的一个教授 有很出名的作家 他说教授 我请你不要客气 请你扶证 扶证就好像 拿一把斧头 这样来改正 他真是这个意思了 他不是说客气的话 请你不要客气 来给我改正 什么人愿意别人改他的文章 我们平常说 你想得罪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改他的文章 为什么他要去 自己得意的文章 去别人去改呢 这有一个原因 那就他知道 那个教授是个名作家 如果他改一定越改越好 如果他改一定改的有道理 所以他求他去改 求他去改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说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因为我们知道 基督的生命比我们好得多了 如果我否定了自己的生命 得到基督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活出来 那比我原来的生命 不晓得好了多少千万倍 所以我们 好像保罗一样 要追求 追求 否定自己 确定基督 有许多的非基督徒 觉得奇怪 为什么基督徒这样的 否定自我 好像贬低自己 自贬 没有意思 他们不晓得里面的道理 一晓得了 他们有天性的主 一晓得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要追求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成功 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盼望 我们最后的成全 都在于基督 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圣经里面一个最奥秘 也最简单的一个生命的真理 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 基督在我里面 我在基督里面 我已经与基督同丁式的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入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一节圣经 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 里面的意义 何等的丰富 何等的奇妙 我们越思想觉得越奇妙 越思想觉得越丰富 这是保罗的一生的精力的输赢 已经把它浓塑 浓塑到一个最最宝贵的 最简化的一个一句话的表达 所以我们在侍奉中 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否定自己的一切 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 我们的侍奉 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 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功 这不是说我们成了被动 我们是被动的主动 在这个里面 有句话被动的主动 非常的重要 被动就是恩典 我所有今天 我成了何等样的人 都是因神的恩财成的 所以保罗里面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恩典 是神的作为在基督里做成的 保罗是一个接受者 所以是被动的 但是他接受了恩典 这个恩典激励他 他的意志起了作用 他主动的把自己献上 他在神的恩的被动之下 有了主动追求 主动的爱主 主动的侍奉 主动的见证 那个时候 他不是傀儡了 不是傀儡了 但是他的生命和基督达成一片 如果完全是被动 就是傀儡 就是木偶戏 没有意义 如果那样的话 神创造人 就创造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就好了 人永远不会犯罪 永远不会跌倒 但是那就不是人了 你就不是人了 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哪里是人呢 人格没有了 神创造一个没有人格的人 那有什么意义 所以神要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 然后在这个必然的过程里面 经过人类的堕落 神自己付的代价比我们更大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解决了我神学上的最大的难处 就是那句话 他们在患难中 神也同他们在患难中 神在人类的痛苦里头 他一同经过 一同经过 他不了痛苦的代价 神在基督里 使我们与神和好 他在基督里 牺牲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 为付了我们罪恶的代价 然后让我们起来 让我们从堕落的极点起来 这个起来不是仅仅回复 从前一点远的那个情况而已 如果我们这是回复的话 回到那个原来的情况 还会再来一次 还会再跌倒 还会再落着罪动 那这样的循环 无知情的循环 没有意义 没有结果 我们得了救赎的人 有了一个新的因素 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 当日夏娃 亚当 怀疑神 他们的跌倒原因是怀疑神 怀疑神的什么 怀疑神的爱 撒但试探夏娃 说你不要弄错 神不是真的爱你 缘当中素 那个最好的果子 他不给你吃 这还是爱吗 这不是爱 所以夏娃 开始怀疑了 怀疑神的爱 所以他要吃 他来吃 他要来吃 这一定是最好的 神不给我 我也要吃 违背神 这是怀疑了神的爱 为什么怀疑神的爱 他还没有 正经历神 那个最深的爱 他说经历的 不过是环境里面的 那个伊甸园的物质方面的 爱的表现 供应 他还没有经历 了解 看见神 那个最深的爱 所以他跌倒 跟今天不同 我们经过了十字架 我们看见了十字架 撒但什么时候 引语我们 我们直向十字架 这里是神 对我的爱 对最高峰的 肠阔高深的爱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经历了 撒但 退我后面去 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 是自由意志的顺服 神成功 结果我们从 认罪开始 到了最低的地步 自我否定 到了最低的地步 就从那个最低点 神把我们举起来 举起来 举到什么高度呢 和他合一 和基督合一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和基督 生命上合一 工作上合一 道路上合一 最后在荣耀中合一 神就说 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 我们自己哪里敢想 但是神的计划 就是这样 所以有人说 你记住这样 把人贬得太低了 罪人 罪人 我听见就讨厌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 好像把人举得很高很高 但是事实上 圣经的人的 这个Biblical Humanism 把人举得更高 比人本主义举得高得多了 不过 梁子之间有一个最基本的分点 那就是 一般的人本主义 在人的堕落的情况之下 把人举起来 很危险 一个堕落了的人 你把他举起来 越举得高 他堕落得越深 但是圣经所说的 人 是先被否定 让他忧伤痛悔悔改 知道他的败坏 结束上的恩典 回头以后 在圣灵的工作之下 和基督合而为一 生命改变 目标改变 追求的价值观改变 一直升上去 升上去 升上去 到了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 和他一同做王的地步 这是无以复加的最高点 感谢主 圣经不是 否定人 贬低人 是把人高居到一个最高的地步 不过在他被高居前 必须先打地 他必须显示到自己的败坏 必须悔改 所以圣经那么注重悔改 就是因为那是一个转机 那是个必须有的转机 我们有了那个转机 就从下坠下坠 一边而为上升 所以福利比书的二章第一段 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非常重要的经文 基督为我们讲的最低 然后就把最低的罪人 和他一起带着身上去到最高的地步 神的奇妙 奇妙的计划 奇妙的作为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 我们低头祷告 祖阿我们感谢你 你为我们降悲 降到无与不佳的低卑微的地步 我也要把我们这些 在罪中堕落那么深的人 把我们解救出来 把我们体身上去 能够与你同活 同工 同荣 主啊我们一想到这奇妙的救恩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 主求你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中来侍奉 我们这些猛人的人 怎么能够不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这位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的主呢 主我们愿意欢欢喜喜的 甘心乐意的 做你的爱的和真理的俘虏 我们被你征服 然后分享你的胜利 求主使我们 做合乎你心意的仆人 使你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